据路透社15日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当地时间14日 在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赛就台海问题小局 宣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 航行和行动 包括通过台湾海峡 中方此前已明确表示 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普莱斯14日给路透社的这封电子邮件中 不仅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还称这意味着台湾海峡 是受国际法保障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等 公海自由的区域 据路透社报道 普莱斯渲染称 世界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 有着持久的利益 我们认为这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日在记者会上 作出明确回应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台湾海峡最展数约70海里 最宽处约220海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水域有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 因此为中国的内水领海皮联区和专属经济区 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 此外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而对于台民进党当局否认大陆说法 并声称台湾海峡就是国际海域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享光15日再次表示 外交部日程已代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民进党当局配合外部势力炒作 完全是基于台独分裂图谋 损害两岸同胞利益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 令人不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